11月14日 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魏恒彬 在洛杉矶举行美国书画巡展记者会 美国华人总商会会长程远 美国书画之友联谊会理事长孙小华 洛杉矶湖南商会会长段成金 李宇儿美国歌友会团长埃迪成等出席了记者会 中国著名书画家魏恒彬于8月份应邀访问美国 在美国参加了一系列活动 与北美的书画家们进行了多项艺术交流 这次携带的60幅生平立作 以凯 行 立 草 传五种字体的书画作品为主 还有山水 花鸟画 木刻 竹刻等 目的就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这个书画 这个溃宝 这个溃宝 中国的溃宝 传向世界 为中国民族这个资根 这个资本 能够在全世界 正一步的花样光大 纯津 做出自己应遇的贡献 据了解 魏恒彬的书画作品 20世纪70年代初就广为流传于全国各省市区 后被传入美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法国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 向欲很高 2013年6月11日 经中国国家有关部门鉴定 他的20幅书画作品呈神舟史号澳游太空凯旋后 存入国家有关博物馆 成为中国书画历史上 神舟上数量最多 内容最广 质量最高的第一人 他在法国 巴黎 奥地利 维也纳 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地举办大型各展八次 荣获当代书胜国家一级书画师 国际金匠艺术家 中华慈善大使 中国书法史上第四行书创始人等28个称号 作品被党和国家领导人 40多个国家元首 80多个驻华使馆 众多著名院校收藏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魏老一级书画家 中国一级书画家 一级的慈善大师 邀请他成为我们美国洛杉矶湖南商会的名誉会长 我们会长感谢 他就是我们的商会的题词 也是美国洛杉矶湖南商会的题词 这是魏老写的 包括魏老也给我们写了八个字 就是为仇有才 自强不息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